欢迎收看NIA新著名全球新闻网 我是中文主播洪崇凯 新北特色课程新著名抢报名 台南多语菜单外籍旅客苗栋 华人史上首位李安获终身奖 马爹木雕记忆 废材华丽变身 新北特色课程新著名抢报名 新北市新著名学习中心 开设将近80门课程供新著名学习 透过课程认识台湾的乡土原文 并且培养新著名多元就业能力 新北市的新著名人口有11万人 更有五所新著名学习中心位居全台湾之冠 因此新北市新著名学习中心开设体验台湾的课程 同时增进亲子关系 台南多语菜单外籍旅客苗栋 台南市政府推出多国语菜单优化计划 解决外籍旅客与店家在点餐上的语言障碍 有了多国语言菜单 外国旅客也更方便品尝到台湾的道地美食 同时带动台南的在地观光旅游发展 此外台南市府为了营造外语友善旅游的环境 推出中文、英语、日语、越南语的24小时线上旅游服务 并针对计程车司机做英语、日语、韩语的培训课程 让台南成为更适合外籍人士旅游定居的城市 华人史上首位李安获终身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宣布台湾导演李安获得终身成就奖 李安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华人导演 李安曾经指导多部作品 拿过许多主要国际电影奖项 同时也是目前历史上唯一拿下三大世界性电影颁奖典礼 最佳导演奖项的华人导演 再度刷新华人在电影界发展的历史 马爹木雕记忆 废才华丽变身 来自印尼的马爹与台湾籍妻子红林芳 两人结婚后在台湾定居 红林芳放弃了前往上海工作的机会 跟着马爹做木雕 并从木雕学徒做起 马爹的木雕创作灵感 融入了台湾的人情味与爱 马爹也在2019年参加台湾木雕比赛 让主办单位与艺术界大为赞叹 此外 马爹在三亿木雕博物馆的木雕各展 展出日期到5月23日 欢迎对木雕艺术有兴趣的朋友前往参观